中澳关系很不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在2021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澳大利亚方面传来一个还算正面的消息,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澳国防部公布对中企租界达尔文港的调查,结果是没有发现任何国家安全理由可以推翻这租约。 当然了,中企的租界是纯商业性质,本来就不涉及什么国家安全威胁,或者地缘政治考量的问题,但澳方在两国关系堕入谷底的当口,如是公布国防部的结论,有学者觉得中澳关系表现出了某种转环的可能性,加上有澳媒爆出,中国驻澳大利亚新医院大使明年将会到任。 另外新冠疫情缓解后,将有更多中国留学生反澳学习。最晚明年5月澳大利亚还将举行大选。这些都被当成影响中澳关系的积极因素。 堪培拉或许会改变对华关系的处理方式,只是澳国内舆论在梳立最近几年尤其疫情以来,澳大利亚如何搞砸对华关系的一桩桩一件件后,意识到中澳关系已经陷入死亡漩涡。 在四方机制和AUKUS联盟成型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已将自己深深嵌入美国的恶华棋盘。 所以中澳关系会迎来转机吗? 一、澳国防部刚刚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让中澳关系下一个潜在引爆点暂时进入了安全区。 报告指出,没有发现任何国家安全理由,可以用来建议联邦政府,非凡中企蓝桥集团,对达尔文港的租赁合同。 这对中企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也肯定让澳大利亚国内对华强硬派大为失望。 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是居亚洲和中国最近的澳港口。 2015年蓝桥集团与该港所属的北领地政府,签署一纸商业租赁合同,坐价5.06亿澳元,租期99年。 这是一个纯商业性质的双赁合作。 北领地政府一直希望开发达尔文港。 这份租约有助于当地解决开发资金缺口的问题。 合同签署之前,也通过了澳国防部和安全情报局等机构的审查。 蓝桥集团接手后,达尔文港运营良好。 数据显示,仅2018至2019财年,该港货物吞吐量就达2630万吨。 总停靠船舶2154次,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船舶总吨位1403万吨。 但一开始澳国内一些人就想给这个商业合作,掺杂大量地缘政治因素。 他们声称,达尔文港紧邻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 美军在那里也派住了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将一个如此重要的港口租给中企。 无异于拱手相让。 英国《每日邮报》在报道中回忆,北领地政府的决定让时任总理特恩布尔措手不及,也激怒了华盛顿。 但按澳大利亚当时的法律,联邦政府无权阻止地方政府签署这种商业协议。 过去几年,澳反华派对达尔文港租约一直紧盯不放。 莫里森政府2018年上台以来,在几乎所有抗中议题上附和美国。 其中也包括在法律上强化对联邦和地方层面对外商业合作的审查限制。 正是在此背景下。 今年5月莫里森要求澳国防部启动对达尔文港租约的审查。 查找是否对澳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半年多后,澳国防部的审查报告终于出炉。 除了认定达尔文港租约无害。 据澳媒报道,澳国防部还对2018年3月另一家中企收购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 50%股份的合同进行了审查。 结果也没发现有啥问题。 这就让那些企图借此在先返华生浪的势力尴尬了。 只是我们就此可以对达尔文港的未来保持乐观吗? 短时间内恐怕难有答案。 一种观点认为,达尔文港租约的安全只是暂时的。 有澳媒说, 堪培拉对这份租约的审查并未完全结束。 澳国防部的结果, 当然会让取消租约变得困难。 但已有气急败坏的反华政客怂恿政府, 以中企运营不透明等罪名强行终止租约。 莫里森政府对达尔文港的未来作合决定还未可知。 但也有学者对此表达了谨慎乐观预期。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认为, 虽然达尔文港租约的事还没有最终结论。 但澳国防部在这个时间节点公布审查结果, 至少表明, 这件事情目前没被带往极坏的方向。 就整个态势而言, 或许还可以说, 中澳关系表现出了某种转环的可能性。 二,除了达尔文港, 另一消息也引发有关中澳关系走向的猜想。 根据中国商务部昨天发布的一份声明, 中国明年将继续提高澳大利亚羊毛进口配额, 达到40203吨。 这是2020年初以来, 中国第二次提高对澳大利亚羊毛的进口配额。 今年1月中国刚刚将这一配额, 从去年的36465吨提高至38288吨。 南华早报援引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 这是一个积极迹象, 但不一定意味着中澳关系的什么转机。 中国此举实际是在履行中澳自贸协定的承诺。 该协议2015年12月生效, 其中一项条款规定, 中国将来自澳大利亚的免税羊毛进口配额, 每年提高5%, 直到2024年达到44324吨。 陈宏表示, 中国是澳最大的羊毛出口市场, 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羊毛来源国, 谁也离不开谁。 现在中国加大进口, 既是履行承诺, 也表明中澳两国经贸关系, 是按市场供需关系走的。 这两点都证明了, 我们根本没向澳一些政客以及西方舆论所鼓噪的, 进行什么经济胁迫。 3、回顾2021年, 中澳关系延续之前的恶化趋势。 关于对新冠起源的调查, 堪培拉冲在最前面, 他还时不时在香港、台湾问题上掺一脚。 由其恶劣的是澳国防部长达顿竟然宣称, 如果美国发动战争保卫台湾岛免受中国的攻击, 澳大利亚将紧随其后, 他完全不顾此局很可能将澳推向无法控制的境地, 而且从四方机制到AUKUS, 为了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堪培拉不遗余力地更加紧紧抱住华盛顿的大腿。 然而澳国内近来关于澳对华政策的争议逐渐增多。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劳伦森, 特意提醒堪培拉看清四个经济事实。 第一, 全球性的对华经济脱钩并不属实, 中国与世界主要地区的双边贸易额保持着持续增长。 今年前九个月, 中国与大洋洲的双向贸易额, 与2019年同期相比, 增长36%。 中国与北美的贸易也上升了33%。 第二, 澳大利亚紧紧追随的美国, 并没有为了小低放弃扩大对华出口。 澳对华出口中, 有12种商品的贸易额, 与2019年同期相比, 暴跌126亿美元。 同时美国增加了其中七种商品的对华出口。 相关销售额猛增46亿美元。 第三, 那些与澳共享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 并没有取代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推动力。 还记得吗? 蔡英文曾经郑重其事地呼吁给澳送温暖。 美方也表示, 要继续供应澳大利亚葡萄酒。 结果呢? 澳对华瓶装葡萄酒销售狂跌4.81亿美元, 跌幅高达98%。 而美国仅仅增加了区区710万美元。 这大概就是美国不会将澳独自留在战场上的体现吧。 第四, 那些声称与中国脱钩, 没有造成伤害的说法为时尚, 早。 答案很简单。 中澳经贸压根没有出现明显脱钩。 一些具体商品的欧益额的确有所下降。 但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 仍然像以前一样进行着交易。 以今年第三季度为例, 澳对华商品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高出72%, 中国对澳出口也上升62%。 以上种种。 其实就一句话, 堪培拉别再犯傻了。 两位前总理对现任政府的批评, 也让澳对华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升温。 陆克文称, 堪培拉正在以不负责任的方式, 给中澳关系火上浇油。 基廷的发言更受关注, 因为这是他卸任总理近26年后, 首次在澳大利亚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言。 他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 而堪培拉在这方面做的一团糟, 和劳伦森一样, 基廷也觉得堪培拉有点犯傻。 一个公开的事实是, 四方机制中, 除了澳大利亚的美日印三国, 都依然和中国密切的联系, 他们都明白, 中国已经大到无法被孤立, 因此澳大利亚必须跟中国接触。 核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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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沙子、 核丛。 核丛大利亚と行星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